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淡水区义山市民活动中心 今天上午举办完工启用典礼 新北市长朱立伦特别到场 跟来宾们一起进行接牌仪式 淡水区义山市民活动中心 今天上午举办完工启用典礼 新北市长朱立伦特别到现场 与马街医院董事长蔡国民 还有现场的市议员里长们 一起进行接牌仪式 义山活动中心 虽然在2014年开工 但是中间经过新建工程延宕 包商解约等状况 在去年变更设计之后 重新招标 早接手厂商 也累积了多次流标 终于在去年11月顺利标出 并且在一年前重启开工 市长表述 这一座活动中心 可以算是新北市占地最大 加上马街的拖劳中心 将可为在地居民 带来更好更完善的社会福利 而且我相信它会变成 北海岸很漂亮的打卡点 休闲点 最重要的是让在地的这些长辈 受到最好的照顾 我们又跟马街医院来合作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 不管设备服务 或者是专业都非常值得信赖 我们就是这样 让我们很多的长辈 能够在地救养 在地的能够受到很多的照顾 要照顾这些 我们的长辈 他们那个走到这个地方来 能够帮助他们很大 尤其各个家庭来讲 有些人在上班 他早上把他送到这边来了以后 他们就无故 后过之又可以去好好的上班 市长表示 益山活动中心是新北市最大间 也是最美丽的活动中心 也欢迎市民朋友多加运用 另外市府推动在地救养 委托马街医院 在此成立新北市第38处 也是淡水区第二个公共托老中心 对此时议员们 也对于长期争取许久的建设 能够如其落成 感到相当开心 几年很悔 没有多处理的时候 在业水区里长 一直来找我 找我我一定来处理 家庭也去同大厅 因为这个托老中心 要来照顾这些年轻的 所以我们年轻一些要上班 要留那个家要照顾 所以没允许再照顾 就送来这托老中心 结合马街医院 所以我们托英托有托老 所以很多都可以照顾我们年轻的 今天我们一山活动中心是 可以算是我们新北市 最大的一个活动中心 也有托老中心 那小朋友 自己的孩子在外地工作 打拼 在自己的工作上充斥 也让他们放心说 自己的长辈能够很好的照顾 我们不只设计了活动中心 我们前面还设计了一个篮球场 让我们山上这几个六七个里的里民 除了有户外的篮球场可以运动 甚至未来在篮球场可以办晚会 办活动等等 那里面我们也有很好的托老的中心 我们这个外团中心 已经已经天天三日我了 我在那里早上打拼 后面有一个蔡警官蔡议员 一直推文正处 在打明我一直拜托他 所以终于在落成典礼了 在这里感谢蔡警官议员 会大力的支持 来这七楼观光一下 我可以运动 有健身器 泡蝶行鸡 看图书馆都可以 一山市民活动中心 从外观可以看到设计师 下了很多的心思 多角度的线条造型 也期盼成为一山里的 一处星星打卡热点 为此市长还与大家 一起用打卡框来合影留链 那各位也看到 我们很多老人家 都在这边做姜柄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从一楼到三楼 每一层楼 其实都是非常有功能性 那你看可以看到 很多老人家在这些泡茶 下棋聊天 然后在这边 可以阅读书报 可以做一些手工艺的课程 那所以我们也欢迎 我们坐在我们一山周边 其实是有六个里 有将近两万多人 可以欢迎大家来多多使用 这个空间 区长表示活动中心 除了外观非常具有特色之外 这一占地三千多平的空间 分成三层楼 地下一楼提供 一山市民活动中心使用 一楼则是委外 由马街医院成立 公共托老中心 而二楼则是 越览市与食物银行空间 未来也可以提供 淡水区一山里 往北的六个里来使用 提供市民最好的活动场所 记者许端一代水采访报道